哈喽,大家好 家里有土豆呢 就可以做一个小蘑菇模型的土豆啦 今天的食谱呢 我们要用到土豆 准备两粒土豆去皮 将它切成厚厚的薄片 不要太厚 大概这样薄就可以了 过后呢,拿去蒸15分钟 在蒸的过程中 我们来准备蒜米末 葱花 如果爱吃辣的朋友呢 可以加一粒红辣椒 将它切成小小片这样 然后呢,肉碎 如果谁不喜欢肉碎 不想放肉碎也可以的 好,15分钟过去了 我们的这个土豆已经 蒸到暖暖了 现在用汤匙压一压压扁它 压扁后呢 放入一个碗内 比较大一点的 因为我们要准备其他的材料 一杯的玉米淀粉 少许的盐 过后呢,就将它搅拌搅拌均匀 均匀后呢 现在准备 将我们的手呢 弄成四式 用水弄四式 这个方式呢 会让我们弄那个土豆的时候呢 不粘手 将我们的土豆弄成圆形 如果手不湿不油的话呢 土豆很快就粘手了 OK,变成这样圆形 找一个罐 玻璃罐这种 它的头那边压下去 不要压太深哦 大概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就出来了一粒蘑菇 现在热一热我们的油 油热后呢 炒我们的蒜米末到爆香 爆香后呢 才加入我们的这个肉碎 如果没有肉碎 不想加肉碎 就直接放入300ml的水 倒下去 好了过后呢 就来调一调味道 一汤匙的生抽 一汤匙的糖 还有一汤匙的蚝油 搅拌搅拌均匀后 才放入我们的那个菇下去 就可以了 好,当水滚了呢 我们才放菇下去 煮大概五分钟 好,我们的这个 土豆菇 土豆蘑菇的形状呢 已经煮了五分钟 好,就放了我们的 葱花和红辣椒下去 这样煮多一两分钟就可以了 就大功告成了 就可以上桌咯 试试做看这道菜 年夜饭可以试试看的